美元朗洪水橋的上城 今個月才收樓 今日新屋入伙 會和大家參觀其中一個 一千二百多呎的單位 交流質素一般 長生和門框有比較多的問題 由長實發展的上城 由七座大廈和二十三座陽房組成 一共提供七百多個單位 今個月中才開始收樓 項目位於元朗青山公路洪水橋段 附近是輕鐵洪水橋站和新地傳匯 上城供應的分層單位 面積介乎690至1200多呎 今次參觀一個1247呎的單位 業主今年一首二六百六十多萬買入 收樓不足一個星期 客廳闊十一呎五寸 樓底大約九呎高 全屋的地下鋪了普通的白色地磚 比起木地板 屋主日後會比較容易打理 不過感覺就沒有那麼矜貴 長身游了白色的雨膠漆 細心看長身有不少瑕疵 不夠平滑之餘 還有崩花 裂痕 泥水亦都一片片 這些都反映手工媽夫 和做得太急趕 做手工時可能做得急 底部未夠堅硬 日子久遠後再冷縮而漲 再收縮再潮濕 再乾燥就會越來越大 何具業建議業主找發展商 重造批檔和油油 看到很多時候可能保護設施不足 有些角位都會撞崩 另一個必須要處理的地方 何具業說是門框 和大門接合得不好 裏面的釘都見到 估計是因為木框和門的尺寸有出入 這個門框和後面的位置 就是那個長身的位置 其實就不是一個平面的 可能做這個收口事的時候 就比較勉強去蓋在面 大門表面也都有崩花 建議業主索性要求發展商 將整道門換過 全屋的地腳線 都是一貫長實樓的設計 比一般的厚一倍 廚房門框和大門一樣 有類似的問題 需要修補 這裏連接工作平台 和工人房 喉管藏在升盤下面的櫃 初步檢查沒有漏水的問題 但何具業認為設計不理想 櫃的背面 地台的位置 留有一條8寸闊的垃圾 估計是和省料有關 中間這個垃圾會否藏了雜物呢 通常我們驗樓都會看看 或者平時我們清潔都會看看 這裡下面 一來地下沒有做石 可能是很多雜物留在這裡 其實下面這個 所謂的面頭這個腳線位 原來是可以拆除的 為了方便業主清潔垃圾的垃圾 櫃底的腳線只是扣著 可以整條拿起 腳線是膠板並不耐用 拆多幾拆就很容易變形和移位 客廳連接的露台 邊位用磚來鋪砌 不過收口位處理得不好 下雨的時候容易入水 影響入面的結構 需要倒閉 單位有四間房間 其中主人房連套廁 何聚業說要特別留意浴缸邊 像這個單位一樣 邊位有瘦跡滲出 他擔心久而久之會流水 那些瘦跡可能因為以前曾經有滲水出來 將裡面的鐵器生鏽之後 那些積就積在這裡 我們嘗試過打開去了解一下 那一個浴缸的生口位 用玻璃膠封了 要割開才行 增加了檢查和日常清潔的難度 儲物櫃的構件質量一般 令到櫃桶難開也難關 三間房間面積不大 分別都是7至80呎左右 每間房間都有一個闊720毫米的窗台 另外單位還有半個廁所 這裡有去水位之外 亦都裝了一個生口位 設計是近年新樓少見 開出來做清潔之後 記得留住它 因為氣味可能都會走出來 何個業估計 是因為部分喉管駁得太長 容易淤塞 所以要加設生口位方便清理 加設計 最佳 最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